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许端一,待机关心淡水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在老梅的绿石槽海岸风景相当美丽 不过在老梅这个小小渔村,偷乱涌进大量的观光客 停车问题也是让当地居民相当的头痛 虽然老梅西旁边有风筝公园的停车场地 不过对游客来说,要绕一大圈才能走到绿石槽 停车场的使用率还是很低 因此市议员在石门的区务会议上面 也提出是否能够从停车场搭建一座便桥 直接跨过老梅西到对岸 提高游客将车辆停在风筝公园的意愿 近期随着旅游盛行加上外籍游客自由行 每年的3月到5月期间 在老梅的绿石槽海岸更是吸引许多游客 不过在老梅的这一个小小渔村 突然涌进大量的观光客 停车问题也是让当地居民相当的头痛 而日前区公所针对期间内 请警方进行交通管制 引导游客车辆就只能停在风筝公园的停车场 不过这样子却让许多人觉得要绕一大圈 停车场的使用率还是很低 之前先前我们老梅的绿石槽 在网路上造成一股轰动 那增加了很多游客到老梅的意愿 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风筝公园的停车场 以及绿石槽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是没有一个便桥 那使得民众要绕一大圈 那这样子在停车的意愿上就会降低 也会造成很多围停的现象 从停车场要走到老梅海岸 得绕过老梅西走600公尺 许多游客都直接就近停在大街上面 造成居民困扰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市议员在石门的区务会议上面 也提出是否能够从停车场搭建一座便桥 直接跨过老梅西到对岸 提高游客将车辆停在风筝公园的意愿 我跟新北市政府还有区公所 还有其他的议员跟委员 可以一起来严拟一个便桥的计划 希望说提高我们风筝公园停车场的使用率 那也方便民众 我希望是可以从风筝公园的停车场 然后跨越老梅西到绿石槽这个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相信是比较方便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便桥呢 可以符合生态 然后也可以便利民众 从风筝公园的停车场 停好车在徒步走到老梅律石槽海岸 算一算也只有七分钟的时间 不过因为要绕六百公尺 许多人多半都会直接找附近的空位停车 而对于搭建便桥区公所 未来也将会办理会堪 讨论可行性 记者是段义 石门采访不到